趁着这段时间北齐和北周没什么大事, 让我们把眼光先投向南方的陈朝, 去感受一下陈文帝与韩子高之间的美好爱情故事。 北朝上台的皇帝是一个比一个年轻帅气, 而南臣却是一位老气横丘的君主当家, 他就是38岁的陈文帝臣妾。 前面说过,陈文帝臣妾即位以后, 很快就击败了王历,收复了颖州和湘州等地, 接着又害死了陈霸仙唯一的儿子陈昌, 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。 与死于非命的陈昌相比, 和他一起被扣留在北周的立名陈朝皇室成员, 安城王陈旭的命运就好多了, 陈倩对他的态度截然不同, 因为他是陈倩唯一的弟弟。 经过谈判, 最终陈倩以格让钱忠和鲁山二帝为代价, 才从北周手里换回了陈旭一家。 陈旭一回来就大受众, 先后出任世忠、中书坚、扬州次世、尚书令等要职。 在陈文帝的扶植下, 陈旭轻云直上,成为陈文帝最重要的左膀右臂。 陈国的领土虽然比良代少了将近一半的国土, 但随着陈朝的建立, 江南的老百姓也总算迎来了久违的和平, 好歹可以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了。 陈文帝早年曾跟随叔叔陈霸仙一起艰难创严, 深知民间百姓疾苦, 故而勤俭节约宽要薄负勤于正事。 夜里若有急报, 他都要求把更迁扔到石头上, 以便使他惊醒能及时处理功。 加之陈文帝又实行了, 南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图断, 也有效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, 使得江南经济逐渐从侯景之乱后的破败中恢复过来。 然而好花不常开,好皇帝不常在, 陈文帝到了后期就没有那么勤政了, 人也变得喜好猜忌。 他刺死了拥厉有功的侯安都, 陈文帝继位后。 侯安都一直担任始终, 征北大将军,北徐州刺史, 将向监狱一身, 是当时除皇帝外最有权势的人物。 无论是显赫的战绩, 还是彪悍的战力, 侯安都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武臣。 无论是出众的能力, 还是过人的魄力, 侯安都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能臣。 无论是陈朝的建立, 还是陈倩的称帝, 侯安都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。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, 陈倩又怎么能放心的想? 尤其让陈倩不舒服的, 是侯安都的骄横跋扈和傲慢无礼。 有一次, 侯安都和皇帝陈倩出去郊游时在一起喝酒, 他眯着眼睛舔着肚子, 张着双腿, 身体斜靠在椅背上, 得意洋洋的问陈倩道:" 你觉得现在的日子比起做凌川王的时候, 哪个更爽啊?" 被自己的臣子这样问, 陈倩心中肯定不快, 于是他支支吾吾的没有回答。 侯安都没有听到他满意的回答, 便又重新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。 陈倩非常尴尬, 很想找个地方钻进去, 可是没有找到, 只好继续装糊涂, 但侯安都却依然不肯罢休, 依然一遍遍不停的追问。 被逼无奈的陈倩只好言不由衷的说道:" 此虽天命,以明宫之力。 侯安都对这个答案很满意, 随后他又提出一个更过分的要求, 明天要见皇宫遗用, 他又在宫里答应群臣。 陈倩表面上虽然答应了, 心里却很不适滋味。 第二天, 侯安都坐在皇宫里陈倩的寓座上, 坦然自得地接受宾客们的祝侯, 掩然是皇宫的主人。 如果此时陈倩还能让侯安都活着, 那就简直太对不起皇帝这份职业了。 既然你侯安都摆不清自己的位置, 那我就只能帮你在棺材里找个位置。 公元563年5月, 陈倩下旨调侯安都为都督江吾尔州诸军士, 征南大将军, 江州刺世。 毫无防备的侯安都陆宫贤, 其结果就在宴席上被抓, 第二天即被刺世。 他的罪名依旧是那个老的不能再老的老套理由, 谋反。 当然侯安都的悲剧, 与他自身的性格有很大关系, 倘若不是他如此鞠躬自傲不知进退, 也许他完全可以善终。 但话又说回来, 如果不自傲知进退, 那他就不是侯安都了。 因为他的性格一向就是如此, 他敢于怒斥自己的领导陈霸仙, 敢于违背太后的旨意让皇族旁之陈倩登基, 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韦, 对老领导的儿子陈昌痛下杀手, 侯安都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死了, 不过陈倩还算厚道, 并没有朱连他的家人。 对于陈文帝, 人们记住他更多的则是, 他与花样美男韩子高之间的美好爱情故事, 韩子高言明韩蛮子, 快计山音人, 据说他家里穷到了极点, 穷的程度仅次于老笨蛋, 不过老笨蛋还能靠着你们的点赞发家致富, 但韩蛮子就没这么幸运了, 他只能出卖自己的肉体, 据说韩蛮子长得无比艳丽, 犹如女子。 侯景之乱爆发的时候, 年方十二岁的他, 遭遇乱兵的追杀。 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士兵, 见了梳着一头总角铜器的韩蛮子, 竟没有一个人人心下手。 韩蛮子凭着他一壶差人的美貌, 一次又一次从死人堆中逃了出来, 保全了性命。 侯景覆灭时, 十六岁的他跟着一大批难民准备返回山音老家, 在途中碰到了时任无星太守的陈倩。 这次偶然的相遇, 也改变了韩蛮子的人生。 陈倩本人也是一个大帅哥, 可一看到韩蛮子还是吃了一惊, 于是他对韩蛮子说道:" 你长得真够漂亮, 但如果还想活得漂亮, 就跟着我吧。 韩蛮子大约也被陈倩的鹦鹉之气所震撼, 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 陈倩觉得韩蛮子这名字不好听也不大忌, 于是便给他改名为韩子高。 从此韩子高就与陈倩出双路对形影不离。 颠破琉璃的经历让韩子高很懂得照顾人, 加之他又体贴善解人意, 所以把性格有些急躁的陈倩伺候的那是一个周到。 陈倩让韩子高学习骑射和兵法, 使他逐渐成长为了一员胆略过人的得力干将。 按照冯孟隆所编撰的情史的说法, 两人间远胜过主仆之情, 更有甚者, 陈倩在当皇帝以前, 有一回对韩子高说:" 人们都说我有帝王之相, 如若成真, 我就册封你做我的皇后。 这令韩子高感动不已。 明代作家王继德的杂剧男王后, 便是由韩子高与陈倩这段不仁情势隐身开来。 但陈倩做皇帝后, 终究又于世俗之间, 未能封韩子高为皇后。 但在其他方面却给予了韩子高封后的补偿, 陈倩任命他为右军将军, 负责台城的防卫。 平定亡灵后, 韩子高更是统帅重兵, 在几次平定地方叛乱的战役中, 都有出色表现。 一是位高权重, 成为朝中不可轻视的人物。 陈文帝却没有像梁武帝那样长寿, 公元566年, 在位还不到7年的陈倩得了重病, 行将不止。 陈文帝临终前担心13岁的太子陈伯宗难堪大任, 他便试探性地对其帝陈倩说道:" 金三方鼎智,四海势众, 宜须掌军。 我要把地位传给你。 陈倩泪流满面指引推辞, 陈文帝这显然是在试探陈倩的底, 他虽然大力提拔陈倩, 那是陈文帝想借助宗室的力量, 来对抗士族势力, 稳固陈是江山, 但他还没大方到愿意把江山转让给弟弟。 陈倩也很聪明, 当面向哥哥表了忠心, 取得了信任, 陈倩放心了他的生命也到头了。 公元566年4月初, 皇孙陈之子出生。 4月27日, 陈倩就在有决定去世, 十年45岁, 死后是文帝, 妙号士族。 史书上对陈倩的评价相当不错, 他被认为是南朝少有的明军之一, 他继承的是一个外有强敌内有叛乱的烂贪子, 然而他留给后人的却是一个外部和谐, 内部稳定的好局面。 他不仅是个称职的开创之君, 也是个优秀的守城之君。 然而后人只记住了他与韩子高之间的美好故事, 却忘记了他的功绩, 韩子高的地位过分依赖于陈文帝, 一旦陈文帝假崩, 他也就大获临头了。 陈倩死后, 太子陈伯宗即位, 改元光荡, 是位陈废帝。 陈文帝在一诏中, 任命陈旭与刘诗之, 到众举三人共同辅佐十三岁的陈伯宗。 刘诗之是陈武帝的重臣, 他最大的一件功劳, 就是参与执行了杀害梁敬帝的任务。 到众举则是陈文帝的重臣, 两位都是文官, 皇叔陈旭则被加封为司徒, 路上书氏, 都督中外诸军氏, 入住尚书城主持行政工作, 一时陈旭大权独揽, 颇有篡权夺位之士。 刘诗之等人心存忌惮, 便商量着要把陈旭外调。 由太后东宫的同事, 圣人音不宁给陈旭假传指引说, 如今天下太平, 四方无视, 安城王可以返回东府处理扬州的事务。 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, 就是农村集市地摊上卖的文物差不多, 造假水平低劣到无以言表。 这当然也骗不了陈旭和他的手下, 陈旭领旨退到那时候, 他手下的参谋毛喜就对他说道:"如今设计未宁,局势不晚, 这肯定不是太后的意思。 希望大王以设计为主, 三思而行, 千万不可让奸人得逞, 不草爽的后臣。 陈旭本来就半信半疑, 听了毛喜的分析就更加疑惑, 于是他便假装生病, 把刘诗之召到府中谈话, 同时又派毛喜进宫去向太后和皇帝求证, 其结果就是谎言立即被戳穿。 刘诗之等人也是毫无政治斗争经验, 如此重要的决策,至少也得拉上太后或皇帝这样的靠山。 什么前妻工作都不做就想空手套白狼, 也实在是异想天开。 陈旭当即就求见了刘诗之, 并无功向太后和皇帝同报了刘诗之等人假传圣旨的罪状。 最终刘诗之下语被刺死, 到仲局被禀关, 跑腿的音不宁倒是运气不坏, 因为品行不错,被陈旭免了罪。 这次事变以后, 韩子高也吓坏了, 因为出于对陈旭专权的不满, 他也参与了刘诗之河道仲局等人的谋划。 虽然暂时没有被发现, 但他心里却很是惶恐。 加之韩子高手握兵权, 所以他心知自己必被猜忌, 便主动向陈旭请求出阵外地。 可是陈旭与陈文帝不同, 对男色没有丝毫兴趣, 因此他没有理睬。 没过多久, 陈旭就以开会的名义, 把韩子高和道仲局两人照到上书上, 当场抓捕, 并马上下一次死。 此时韩子高年近三十岁, 看起来天度红颜的说法, 有时也对男人很适用。 虽然在后来的也是, 和现在不少的网络小说中, 韩子高这个英气逼人的青年肖家, 被变成了英气逼人的美貌难处。 但不得不说韩子高除了美貌还有才华, 可叹韩子高金戈铁马舰工业, 仪式英名, 后人记住的却只是他一个艳名。 韩子高被杀的消息, 在陈国掀起了轩然大波, 于是有个哥们在韩子高被杀的刺激下, 扛起了反对陈旭的大气, 从而引发了南朝又一次大动荡。 各位兄台猜猜这个人是谁?